好那我們現在要上考的那個叫聲音 聲音 第一件事情是產生聲音的條件 我們講的是它的外界產生聲音的物理條件 要有兩件事情 第一個東西要有極速的振動 我上課說過了要極速是為了讓你聽得到的關係 因為不夠快你聽不到 所以我想要極速的振動 再來所以呢我們舉了一些例子 什麼米粒 你鼓上面放一些米粒啊 打鼓的時候米粒會跳來跳去啊 表示有在振動啊 比如說 這個像魚精啊 或者是你們吉他的血 或者是小魚精的血啊 插它撥它的時候會噹噹噹會振動啊 然後你按住它一動的時候它就沒有聲音啊 所以沒有振動就沒有聲音啊 有振動呢才會有聲音啊 然後呢 像這個一週我們上課做過這個實驗 敲個音叉放到水中 水就會漸出很多的水花 就是因為那個音叉在極速的振動 那你敲音叉會有聲音 你把用手握住音叉不振動的時候 音叉聲音就不見了 所以要告訴你必須要有振動才會有聲音 所以要有極速的振動 然後呢 還有你講過一些 以前做過的什麼保育龍球啊 什麼之類的 還有用手按住你的喉嚨這邊 你出生的時候 感覺到喉嚨這邊在振動 這都是很多例子 這些都是告訴你說 要發出聲音物體必須要有極速的振動 要有極速的振動 那有人考試問一下問題 就出一下就可以了 那麼除了要有振動之外 還有一個考驗 所以你就講過那種就是 我講過要極速就是跟人耳的聽覺 我們會不會交有關係 太慢我聽不見了 太快我還是聽不見了 就剛剛好 我們前面交過20到兩旺座之間嘛 就這樣子OK 好就是肚臨條件 然後呢 再來就是要有戒指傳播 聲波勢力學波 所以它需要戒指 什麼戒指都可以 可以是固態 可以是意態 可以是氣態 所以有考試問你說 在水泳池前到水裡面 還聽得到聲音 那告訴你什麼事情 告訴你水也可以傳聲 告訴你水也可以傳聲 但是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教你的基本上都只有腳 只有教空氣在傳聲音 只有教空氣傳聲 考試考的問題 幾乎都只有空氣傳聲而已 說什麼鐵軌敲一下 聽到兩個聲音有兩個傳遞 一個空氣一個鐵軌之外 但基本上都只有空氣傳聲而已 所以你就知道就好 所以你就知道就好 重點叫做 產生聲音的條件 一要有極速振動 二要有戒指傳播 這是重點要記住的 OK 那麼空氣傳聲的時候呢 是一個重波 一個疏密波 我們在上課的時候畫過圖 跟各位講它怎麼振動 怎麼壓縮空氣 讓空氣一鬆 一密一緊一密 鬆一出這樣子 震動 所以重點是空氣傳聲是重波 把它記住就可以了 空氣傳聲是一個重波 那麼剛剛講過東西有震動 然後有戒指傳過來 然後呢 你聽到自己的聽覺 這跟物理條件沒有關係 是跟你的生理條件有關係 你必須要身體健康 你才聽得到 中間的傳遞過程 有所謂的耳道 有所謂的耳膜 有所謂的三角聽骨 有所謂的聽覺神經 有所謂的大腦 中間的過程 任何的地方被截斷出問題 你就聽不見聲音了 所以告訴你說這個聽覺產生 空氣一疏一密 壓力不同 然後壓迫讓耳膜產生 同樣頻率的震動 透過三角聽骨 把震動的訊號 經由聽覺神經傳到大腦 就聽到 所以最後聽到聲音的是你的大腦 是你大腦聽到聲音的 大腦聽到聲音的 好 這就是聽覺的產生 知道一下 那基本上 東西正中的頻率跟耳膜 空氣正中的頻率跟耳膜 這種頻率基本上是一樣 基本上是一樣 所以聽到會 正確的聲音 那樣的聲音 那樣的聲音